在连续几天的降雨后 2月6日 南加州各地的司机们都遇到了车轮受损和爆胎的问题 仅在周一下午 洛杉矶全市就有159起坑洞报告 洛杉矶公共工程人员称 他们已经收到了280多份关于该地区坑洼的报告 工作量很大 自今年年初以来 他们已经修复了大约1675个坑洞 这与异常潮湿的2023年有很大的不同 当时他们修复了17300多个坑洞 耗资近250万美元 尽管如此 他们预计今年修复的坑洼数量将在未来几天显著增加 地面街道显然受到了严重的影响 高速公路也不能幸免于雨水过度饱和的地面造成的类似破坏 加州交通局发言人爱里森科尔伯恩表示 在高速公路上撞到坑洼的司机如果认为加州交通局有过错 就有资格提出索赔 加州交通局向因高速公路坑洼而损坏汽车的司机提供最高1万美元的赔偿 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2月6日发布的初步调查报告显示 上月初发生内嵌式应急门脱落事故的波音737MAX9型客机出厂时 对固定门塞其关键作用的螺栓并未安装 报告称事故客机机身由美国士比瑞航空系统公司生产 在送至美国波音公司位于华盛顿州伦敦市的工厂进行组装时 被发现机身锚钉损坏需要拆卸门塞维修 照片证据显示维修工作完成后 固定门塞的螺栓未被装回 波音公司的声明说将迅速核查相关调查结果 1月5日 阿拉斯加航空公司一架波音737MAX9型客机起飞后不久发生事故 机舱侧面一处门塞脱落 调查人员检查后发现 4个本应将门塞固定到位的螺栓缺失 事故发生时距离该客机交付阿拉斯加航空公司仅约两个月 路透社2月7日发表独家报道称 哈马斯提出了一项停火方案 要在加沙地带停火4个半月从而结束战争 据路透社记者看到的一份文件草案 哈马斯提出的方案设想停火分为三个阶段 每个阶段各持续45天 根据哈马斯的方案 所有以色列女性人质 19岁以下男性人质以及老年人和病人将在第一个停火阶段释发 作为交换 关押在以色列监狱的巴勒斯坦妇女和儿童将获释 其余男性人质将在第二个停火阶段获释 死者遗体遗骸将在第三个停火阶段交给乙方 到第三个停火阶段结束时 哈马斯希望双方就结束战争达成协议 对于哈马斯的停火提议 以色列总理尼坦雅湖7日断然拒绝 下令乙军准备朝加沙南部城市拉法进军 并称在加沙全面胜利指日可待 台湾观光署2月7日突然宣布 原定春节后恢复台湾民众赴大陆团体游的规划作业不再进行 旅行业7日起要停止招揽赴大陆的旅行团 消息一出岛内旅行业者措手不及 深感错愕 台观光署称旅行社已招揽成团 且出发日期在3月1日至5月31日间的可出团赴大陆 但6月1日后不能再出团 有业者说针对已报名6月1日后参团赴大陆的旅客 只能在农历年后协助挪团改期 据岛内媒体报道 民进党发言人转述赖清德回应称 观光要双方互视善意 台湾时事评论员谢志传说 民进党当局此前称要就M503航线时对大陆进行反制 如今看来守法是禁止台湾民众组团赴大陆旅游 对于台湾观光署的政策急转 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表示此为政治算计操弄 阻碍两岸交流 损害两岸扶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